我的心靈創造比較大 反正我穿帽也沒有人看 不要這樣講 不要這樣 我們現在立刻穿 大家一起來看 來 給他終結頭一條 不能...不能對自己沒有興趣 不是...像我們以前 是我跟季晴還有賈靜雯 我們那個節目 有輪流過幾個女主持人 但她們都比我LADY 所以她們會負責當公主 所以大家會說 很想看她們穿帽 不會想看我 所以我可能默默穿了很多年 都沒有人注意到 對啊 真的真的 所以你說自己有時候 我會偷偷穿帽 還是沒人開的 就是上通告的心酸在哪 我覺得如果是女明星上通告 尤其是那種外景節目 就是很多外景節目 是要玩水的啊或是 幾乎就全部都是物化女性 有整季都包上來而已 對 把女生丟到水裡面啊 或是要要求你穿比基尼啊 或是要穿很性感的 然後你丟到水裡面 會小心穿帽啊這種的 就像這樣就是裡面穿比基尼 然後外面加一件T恤這樣 我以為這樣子不會穿帽了 不會啊 這樣忽以忽現OK的 我也綁得很緊 就等到你被丟到水裡面的時候 水是有那個力度的 它會把你的比基尼彈歪掉 對 所以當我一起來的時候 我不曉得我已經 有一點稍微穿帽了 還是旁邊的女生 你拉一下穿帽了 我才知道我比基尼歪掉了 對 而且那個T恤 對 碰到水 它會吸在身上 對 而且它會變痛 這個要問候友啊 我以為妳 我很小 不是 我以為妳 我們不是講一下 因為妳那時候有在出這種 玩遊戲的外型 可是那時候我是主持 不是 有一個名號 亞洲食神 吃很多東西 噁心的東西 我記得妳好像有穿帽過對不對 我沒有 妳沒有 要穿哪裡 穿哪裡 可能穿了妳也沒有注意到啦 對 妳記得是哪裡嗎 我記得是哪裡 她一穿她會這樣 我以前在... 就她講那個節目 不是要跳下去嗎 那每一次乃哥就想 剛剛妳先玩 我通常都會先下去嘛 下去之後呢 我就會拿一個魚雷浮標在旁邊等 等女孩跳下來 那他們對我也滿信任的啊 但是我就常常看到 跳下來的時候 完全先穿 那我都會... 我都會先把它拉著嘛 然後把那個魚雷浮標 它就不會沉 那我說妳把衣服穿好...這樣 他們就會這樣 把我拉前面這樣穿這樣 有 因為有一次唐麗有跟我講說 康哥非常非常紳士 他就是那一次 你在下面等他 因為他不會游泳 他從八層樓高跳下去 那太高的衝擊 他就... 他就不會游泳 那因為他在下面一直說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就下去了你知道 一跳下去以後 他說他整個... 對 整個起來了 那他去保護他 所以他那天跟我去喝咖啡 他跟我講 他覺得很信任康義 那你保護他之前你也看到 沒有 那你為什麼要去保護他 你沒有看到 你怎麼保護他 他是這樣去保護他 快點 把他穿起來... 沒有啦 我看他跳下來的時候 你大概就知道 會穿 因為我們常玩嘛 就知道大概會怎麼樣 你一看他上來這邊鬆掉 就知道啊 我就... 先讓他先... 起碼你先車到這邊 他直接從後面保護他 你看他一穿幫就... 小心 你不要被照到 快點... 快點...閃去...快點 快把衣服拿出來 快點...穿上去... 快點... 你這樣我不相信 因為我們小康是做傳說的 他不是做這種... 真的 你知道嗎 做傳說的 我都用正面 穿包 不要... 這些之外 你們最怕上 什麼類型的綜藝節目 其實我覺得吃一些 很奇怪的東西 吃東西 因為滿噁心 例如 就那個生魚片是 就是昨天的已經發出那種 魚腥味了 然後加蚵仔 然後一些芥末 雞蛋 水果 然後什麼調味料 全部混在一起打成汁 早上打喔 天氣很熱 下午再喝 我看你是得罪人了吧 不是 那... 沒有...他們會把它冰起來 但是真的... 那你得罪得更嚴重啊 好險喔 還特別冰起來 就把他演示一下 對 兩邊比賽嘛 輸的就要喝 我那時候拉了兩天 五 六年前喔 通告藝人經常跑藝院 日本的那個... 來台灣那個台灣大哥大 那個中村 內田中村 我跟他有一次也是 我們兩個一組要比賽 那他是一個高台大概這麼高 綁兩根繩 中間綁那個木條 就好像梯子一樣 那你要從這邊這樣 跑下來再怎麼樣... 對 那這個梯子很高很危險 我不知道他的個性是怎麼回事 因為我上次見我說 日本的這個危險喔 好 我們待會兒慢慢走就好 我真的小心 身體就... 好...他先... 一開始 出發 那個是... 掉下去的時候 他因為他是一格一格嘛 他就掉在兩個格中間 然後手又被那個麻繩 一摸的繩條都... 脆弱 對啊 我會這樣 你幹嘛這樣 你剛剛講台語 沒有 國語 你剛剛講解了 他以為你家跑快語 沒有...我叫他跑慢一點 後來該我了 那我兒子不管了 開始 不是 因為那個時候真的 因為我上那個節目有受過傷 我們上綜藝節目受過 最重的傷 是什麼樣的傷 來 那個雙眼皮 最重的傷 就是你變雙眼皮 沒有了啦 真的... 沒有好笑... 是千錘百錬自己長出來了 了解... 最重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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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到最重的 對 我覺得麻繩 有一次也是在棚內 是要弄那種好像兩層 像這麼高度有沒有 在那高度 然後那邊還有另外 然後有一個繩子 抓那個麻繩 從那邊晃蕩過去 不能掉下來 那是因為是棚內的 體能的一種訓練 所以那時候拍起來滿... 感覺就是很好看 因為很少在棚內做這種體能訓練 是的 然後可是麻繩他剛開始試驗 我們好像是第一批藝人去 所以他那時候 並沒有把手套起來 要慘了 對不對 那麻繩這樣一抓 其實你這樣晃蕩過去 不管你要做什麼效果 你都會滑下來 我從那邊晃過去 整個滑到下面 我沒有掉 到那邊我整個手 皮都全部脫掉 從那邊全部都脫掉 變成細 天啊 全是細 然後大概一兩禮拜 拿什麼東西都不可以 因為全部皮都脫掉一層 這麼脫一層 所以妳現在那個女人是再造的嘛 對 她的美女 沒有她那麼慘 可是我覺得我的心靈 創造比較大一 不要這樣講 不要這樣 忘了那個 妳現在立刻唱 對 大家要我一直來看 來 妳要終結 然後我一條 對 不然對自己沒有信心 不是...像我們以前 是我跟季晴還有賈靜雯 我們那個節目 有輪流過幾個女主持人 但她們都比我女主持人 所以她們會負責當公主 所以大家會說 很想看她們穿帽 不會想看我 所以我可能默默穿了很多年 都沒有人注意到 對啊 真的真的 所以妳說自己有時候 也會偷偷穿帽嗎 還是沒人看 對 就跑通報最累的是 其實有些主持人 他可能要被... 會吃豆腐 對 真的有... 剛出道的時候真的有碰過 誰啊... 現在也有 有遇到這種情形的請舉手 我都不知道被吃豆腐 有曾經被我吃豆腐的請舉手 OK 我覺得康哥這個... 趕快講... 我覺得康哥人是很好 他會這樣嘴巴講講 但是不會去... 只剩一張嘴 等一下... 文學出來示範一下 譬如說他是...他是你啦 那你是那個主持人 他怎麼弄我 我這樣都會不會就... 不會... 誰知道啦 文學沒通理 真的 為什麼要跟他牽手 為什麼要跟他牽手 他們一開始就牽手 不會 牽手 然後他們等一下要狂吻 氣吻三分鐘 是嗎 等一下...我縮了口 不用 手好嫩喔 怎麼保養的 你手沒那麼冰啊 你手這麼冰會不會影響到性生活 直接... 怎麼直接這樣子 連回答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不曉得怎麼回答 真的喔 對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子喔 對 或是就直接這樣子 真的可以這樣 我們要轉過來... 要看我的手指頭喔 好...要看手指頭 我們是這樣子 然後看我手指頭喔 手指頭 你的腰好細喔 你怎麼保養的 不要... 不是... 他就是屁股 示範一下屁股是怎麼樣 怎麼捏屁股 不是...他是... 你那天我... 我穿一個就是熱褲 很短的熱褲 哈褲 那我剛...就是剛穿出來嘛 然後他就這樣一直看... 走過就是這樣 就是還會回彈的那一種 就好像在試那個彈性 主持人這樣對你 然後我還會這樣一直抓著 就是... 妍姐 然後就一直摸 是同一個人哦 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嗎